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老胡 今天这期节目有意思了 我要给你展示一下 怎么样在YouTube上面 找到真正属于知识共享的这一类的内容 来给你的视频做素材 你可以用来做视频 然后赚到钱 是不是感兴趣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介绍一下 YouTube上面的版权有两种 一个是YouTube的标准版权 也就是说全都是版权人的 你不能拿来使用 另外一类叫知识共享 你可以拿来进行再加工使用 理论上来讲 YouTube上面真正的知识共享的内容 你可以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 直接上传都没有问题 但是它有另外一个条款 来限制这种使用的方式 叫做重复内容 因为你没有进行再创造再加工 所以没有必要在YouTube这个生态里头 同样的内容出现两份的拷贝 好 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做 记得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当你在YouTube上面进行搜索的时候 这里头有个过滤 叫做知识共享 我反复提醒过大家 你不能相信这一个过滤的条件 就像你在谷歌上面去搜索免费的图片 你是不能相信谷歌搜索的过滤器 讲这些照片是免费的 同样这个道理 由于大家对版权的属性的设定的不精确性 导致YouTube里头 当你用这样一个知识共享的过滤 得到的很多视频 其实不是真正的知识共享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要通过一个特殊的例子 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何在YouTube这个环境里头 怎么样找到真正属于知识共享的内容 并且把它进行再加工 成为你自己的视频内容 好 这个人叫做Saguru 他是一位瑜伽大师神秘学者 是人作家 他是一达这个瑜伽 以及一达基金会的创始人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人 在全球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他在YouTube上面有这个频道 现在是504万粉丝 那么我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频道里面的两个视频 注意到 他的许可是知识共享的署名许可 这是第二个视频 大家注意看 许可是知识共享的署名许可 也就是说 他做的是一个公益的事情 宣传瑜伽 宣传灵性的修炼 所以他的内容几乎百分之九十几 全都是这种知识共享署名许可 只有少部分的 注意哦 少部分他这个频道里头 的确是标准的YouTube版权 那些往往是跟某一个特定的组织 不在他这个组织控制之下的 所以他不能把它变成知识共享这一类的 只要他自己的内容 几乎全部都是知识共享的 我请你注意看这样一个东西 你看这是他的频道 再看他的右边有多少关联频道 在这个地方 很多是不同国家的 比如说这个是法国的 这个荷兰的 还有中文的 马来西亚的 等等等等 不同语言 不同国家 不同的版本 这些都是独立的频道 我在YouTube里面进行一下搜索 然后把这个过滤条件变成频道 你看看有多少频道出现 并且有很多都是比较大的频道 几十万上百万的 他的内容深受大家的喜爱和欢迎 我最近也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连续的概括他的一些观点和理念 分享给大家 那么基于对Saguru个人 以及他这个 一下组织的了解 你就知道 他这个频道的 这些知识共享许可 是真的 不是那些不了解版权情况的人 偶然设置成的这样一个属性 所以我们就可以采取 拿来使用 作为我们的原始材料 进行加工 现在我就给你看这么一个例子 大家注意看 这个频道 你看看 79万的粉丝 我给大家看其中他的一期的节目 好 非常简单 他把他的音频部分拿来 然后使用大量的视频素材 配上背景音乐 配上字幕 并且在字幕当中 用黄颜色 对这些关键字进行高亮显示 所以他这个观看体验 跟看萨古鲁自己做演讲的 那个就不太一样 对吧 所以这是一种 对这个内容的再创造 再使用 并且没有任何的版权问题 因为它是知识共享的内容 好 这是一种方式 你看看 我只是找了这么其中的一个网站 他做到这么样的规模 将近80万的粉丝 就是这样的处理 我给大家再看第二个例子 这是我们的一个群友 小秋 你看他做了一期节目 总结了萨古鲁 关于喝水的一些洞见 非常棒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视频的一点片段 可以说我之前就有一点做对了 就是水温 你看到这个地方 他本身出镜 有点评 然后直接应用萨古鲁的片段 加上中文的翻译 还使用了一些素材 这个三结合 这也是对知识共享内容的一种创造性的使用 所以也是一个很棒的形式 我们再看下一种形式 你看把萨古鲁演讲的音频 剥离出来 做成动画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 你看这个观看量都相当的不错 再看下面这一期 好了 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 说明你可以把它的知识共享的内容拿来 这个内容本身就非常棒 你可以用你想象的各种方式进行再创造 或者是翻译 或者是总结 或者是讲解 或者是做成动画 或者是其他的 你能想象到的 你认为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去制作和传播它这个内容 都是对知识共享内容的合理合法的使用 它是可以开广告 可以加入YPP的 作为一个例子和证明 我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这个频道 我把这个视频在安全模式下把它打开 看看我们能不能看见广告 看到了 两个广告 说明这个频道采用这么一种节目方式 是可以播放广告赚钱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的重点内容 如何在YouTube上面找到真正的 知识共享的内容 进行再创造 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制作视频并赚钱 那么我认为你完全可以再新开一个Saguru的频道 用你自己喜欢的内容形式去传播Saguru的思想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再见 谢谢 明天的节目